天氣越來越熱 臺中有一群年輕人在疫情期間 決定為家鄉做點事 這套腰包合資一萬元 買了消毒設備 組成了消毒義勇軍 每天每週是花兩到三天 義務來幫南屯的社區清香 每次工作至少四個小時 雖然常常中暑瓜沙 但他們說要走到全臺解封為止 穿上反光背心 背起漂白水 沿路噴灑消毒藥劑 不過這些年輕人 並不是環保局人員 他們只是臺中南屯的熱心民眾 他那個農用的那個噴霧機 消毒機 他其實是缺貨的 所以其實我們也跑了蠻多地方 然後再來像那個漂白水的稀釋的比例 我們也都要去找專門的人來研究說 這塊要怎麼使用 這群年輕人都三十歲出頭 工作閒暇之餘並沒有待在家裡 而是自掏腰包合資購買消毒設備 組成消毒義勇軍 每週花兩到三天義務幫在地做傾銷工作 每次花至少四個小時 一個多月下來走遍南屯區各社區大樓 中暑瓜沙已經是家常便飯 在地里長也都相當感動 我們會一直持續的走 走到我們整個全臺灣都到嘉陵為止 到整個解封為止 我們會努力的把他走完 所以有走過的里我們會再去過一次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們要針對這二十五個里 一直不停地去做循環 這群青年表示 他們所到之處都感受到民眾的熱情 更加堅定自己的鄉土 自己顧著決心 也相信疫情一定會轉好 灰汗留下的足跡 會是一輩子難忘的回憶 記者 臺中報導